今天我们这边下这个冻雨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其实我在北京好像很少见 北京一般有这叫冰雹 但是这种冻雨好像是少有 东北可能有 你看它这个雨下了以后 它就是这种结冰状态 其实像是下冰 它比冰雹呢 没有冰雹那么的粗大 但是它下了一看都是这种小冰茬 所以很危险 所以一边下有时候下雪 我们这儿都不停课 但是我们这儿要下冻雨 是百分之百要停课 这边天气很冷啊 现在已经都三月底了 但这个雪都没有化干净了 今天全天下这种冻雨 所以我们这边都停课了 来看这个冰雹 落在这个袋上 很危险 因为有雪 雪胎没有冰胎嘛 雪胎可以防雪 但是它不能防冰 所以今天都是 大家都是减少出门的 很危险 就是这种冻雨 要持续一天 好冷 我们现在想去我们这边 Tim Houghton 给孩子买点吃的 因为他现在饿了 来看一下 它这边特别流行这种叫 其实就是开着车 直接点餐 然后直接从窗口拿 看看他这儿有一个话筒 然后我们打开窗户 对不起 我可以拿10元 10元 就通过这个话筒 先跟他取得一个联系 然后点那个食物 对, Yeah, thank you. 然后, 然后我们使用下一个窗口, 下一个窗口就是交钱和拿取食物。 现金呀,信用卡呀,都可以。 就这么就完成了 所以时间 非常节省时间 而且非常方便 因为这边加拿大这边很冷 是吧 大家如果要是下车也很不方便 有时候天气非常的恶劣 这样拽过速度就非常的方便